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飞赞为你带来的熊花流入风云在一起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一批小小的而飞的思念 看一下手放精彩队员两边是主力抢餐 无规则 没错 看一下首发老卢 对战八神 下地卡针 MIX超杀直接带走 那看下一回合 那无规则不多提了 对吧 老卢 什么八神 龙儿 金夏凡 这种猴子都可以上 对吧 都是很强的 来 介绍跳地力向 可惜 由于是前小影跳 所以说落点呢 会比较远一些 落点没有办法及时形成连段 单点血刃 或者说单点摸响 反正我再也点一下 哎呦 好家伙 这种隐藏起身直接怼 可以的 但伤害真的一番 老卢比较肉 对吧 比较扛揍 你看这身材也看得出来 对吧 抗击打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看一下思念这手猴子 吹 影像防得很稳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对手则 正向没防住 好家伙 这下简单的反而防不住了 来 好的 再则中一套 高挑骗下盘 这个招式呢 在拳皇的任何角色里 都是可以活用的 让对手以为你要则中断 实际上是骗下盘 看一下小小这手龙儿 好的 这一头虾皮战A来上一套 感觉思念这手猴子确实比较猛了 龙儿这边后跳 对吧 为了避免被你争力则 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及时进板 不给你再则我逆将的机会 非常的细节 这手战C终于找到机会 漂亮 小小的龙儿好像一个 对吧 恶虎不实 马上就要动手的 狮子或者老虎 一直在隐忍 一直在埋伏 让我找到一个机会 就一下把你带走 没错 狮子薄兔 上识全力 对吧 比分1比0 看下这手思念能否证明自己 手法老罗 水线长一致 双方刚才 蹲着互相对视 海萨之手跳跌 逆向跳臂 漂亮 思念这手不再忍耐 大招 哎哟 这是为什么 但是没关系 可以 海萨博 一巴掌护在脸上 小小这边刚才还劫后余生 对吧 非常开心 认为大难不死 结果必有补到 并不是必有后悔 看一下这手 面可双叉跟上 你撕血 跳臂逆向防得很稳 好的 下臂三点都防住了 这个战A为什么又动了呢 这思念要穿三了呀 对手老罗 思念变成海 这个名字确实 阴谋了 阴谋了 他看得出来 RB这个实力 也不得不让人 不寒而礼 这种逆向漂亮 这猴子 强行性板泽 你这样 看一下思念这手 能否穿三 对吧 一血前止 好得漂亮 带走 装说完 比分一比一 那看下一局 赛点争渡战来了 无规则 主力想三 这条这边 上了龙儿 可以 上了八神 人子把猴子换下去 可以的 这八神也是为数不多 能跟老卢拼拼拳脚的角色 好 大抓直接抓 好杂活 小小没杀住车 可惜了 看得出来 刚才出康了 应该是乱动了 这手先像一条青角 逆向 但是没轻车连断 所以必躲开 二皮的生龙 漂亮 下地卡针 接大抓 但是这波伤害 应该是不够 老卢还是比较肉的 后后发波 漂亮 直接做波 烫脚 烫脚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思念 这手金家饭 金家饭是无限连的 但这手天连落爆 BC是为了什么 还好 一提失误了 哎哟 这真是天连落爆BC啊 真的没看懂 这个失误太夸张了 这就有点类似 对吧 你英雄联盟 一级刚上线 你不小心再 当着对手的面 了一个闪现 那对手打野肯定要刷你 对吧 这个失误确实 太夸张了 看一下这手 哎呦 乱装 漂亮 找到机会 带扫 炒炸 十一分 非常的稳啊 这个写法是最文件的 不会有任何失误 看得出来这个思念也让自己的失误给搞怕了啊 有点 对吧 多多少少有点发出 看这个发神 来 AB闪身卸风 漂亮 这手算是确凡 千千再卸风 小小杀人猪蟹 来 平华两次情愿 也也知道一套带不走 干脆就再责你一套啊 看这手连续的战A 对2P援队 其实高挑对策 当 面子超杀 空中街上 还剩一丝血 这手战CD 取消霸戏脚 好家伙 但这边一批圣龙八百里开外 应该是思念还想占CD 啊 这个脚的 这个兽机框伸出来了 导致一批的圣龙 几时取消 这都行啊 方回路转 那胜负犹未可分 思念这手 猴子 嗯 战C 应该是没了 这巴士 这猴子一旦飞起来 倒霉说我闭嘴 我天 这能翻盘 不会吧 哇 这个飞行脚 为什么没防住啊 兄弟们 呵 不是 这如果是逆向飞翔角 或者说 跳C 接飞翔角 能骗到CD 啊 这种招你中了 我也就忍了 这小小 为什么这种正面的飞翔角 没防住啊 好奇怪啊 两边 失误的 啊 还有被打中的招式 都是比较 离谱的啊 感觉是 啊 高手 你会中的招就不太一样 对吧 这种招 你新手反而不会出 或者不会中 看一下这条思念 好的 连续张力泽还是没防住 思念刚才又没动 小小又是故意断练 哇 小小什么情况 哈哈 调皮啊 调皮 就是跟你搞断练啊 这要是在切西厅 没打过架 我是不信的啊 看一下思念这手 好生龙被缺反 带走 小弟 你一下 哦呦 还想救 我天 哈哈 这小小花是超讽 花是条件 小小表示啊 能制裁我的 只有肖战啊 其他人都不行 那就看思念能否证明自己了 对手这么浪 还能让对手 就把得偿所愿吗 那思念肯定是不能接受 好 好家伯 下一两点下地战 哎 行 还一波穿三 两边扯平 看最后一篇的争夺 最后一分啊 无规则 主力抢三的最后一分 卢卡尔金加盘猴子 可以的 卢金猴 可怕又是社长内战 高打低 但是敌防得很稳 好 裁刑者 哦呦 好的 炸一单点乱动 漂亮 可能小小是想CD反击 有可能啊 这手开PC好的 前跳片头 压身波 裁刑者乱动 漂亮 老卢的内战 一旦赢了呢 大概率是能赢下 最后一局的啊 但是也说不准 毕竟一批有这手 龙二 对吧 无限插刀子 还是比较强势的 嗯 哎 哎 哎 这两边是在做什么 没看懂 哇 各种事物 但是对手 嗯 好吧 裁刑者超杀 直接跟 哇 这龙二感觉 有点离谱啊 各种的 奇怪的操作啊 看一下小小 这只猴子 哎 哎呦 这卢卡尔 是不是有点 急了 开局就很撒锅啊 小小也是比较凶 开局就前大调 对吧 加中腿 强开BC 就是各种压制 二皮为了避免不被骗CD呢 也不敢轻易的消资源啊 猴子这个骗CD 你看 这把跳C非常强 你要赶出CD 肯定不会被骗 但是二皮要破防了 好的 但这种双叉没接上 打点不够高啊 还杀不乱动 这种有力回针 一批确实不能动 好的开皮追 下皮再责重 但这下没有一条带走 3CD 可以 真赶出 缺反 这是缺反 这太借了离了 这两边各种失误 我的天哪 看一下思念这手 看得出来两边都很紧张 这手金下翻 猴子有机会吗 残血 比较好的 下皮下A来上一波 Mix超杀 走 一套残两套死 来下重拳枪开BC 走 反边 这手各种的钱 影票放真则 这是为了骗你 把金下翻的对空戏 生龙啊什么的 一旦出了 肯定会被骗 这下应该是没了 哎呀 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小小可惜了